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座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先大家介绍了 MVC的设计模式 以及常用的基于MVC MVC模设计模式的一些框架 以及框架的对比 还有项目中 常去划分的什么是模块 什么是操作 那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主要学习一下 LAM胸联为大家开发的学习型的框架 博物PP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博物PP的手册 我们来看一下简介 现在目前我给它定义的版本呢 是1.0 当然了 以后呢 我也会针对市场的需求呢 对它进行一些升级 那升级成其他版本 但是呢 升级的时候呢 尽量都是内部的应用区优化 而并非是功能的增加 因为前面我跟大家说过了 这款框架定义为是学型的框架 学型的框架就要要求功能简单 一学上手快 而你在不断升级的时候 如果加入大量的 对学习没有帮助的信息 而是实用的功能呢 那有可能学习者呢 就觉得他会很庞大 很难学 因为一些复杂的框架 功能水量权的框架呢 市场上有都是 但是基于学习的框架呢 咱们还是第一款 就是学习 应用框架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扩展的功能留给你自己 所以是为学习开发的一种框架 另外呢 它是一款免费开源的轻量级 框架 那什么是轻量级框架呢 那就是消耗CPU和内存都极低 咱们的框架用的都是 PRP基础部分模块去开发的 并没有用一些 不常用的扩展加到里边 这样的话 在任何环境下 只要是 你在PRP安装环境的时候 不用加其余的扩展 基本上就可以用咱们的框架 而且呢 完全是免费开源的 我不会追究你任何一些 版权的之类的东西 包括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所以呢 你可以把基于 比如PRP框架开发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你去 把你的应用在座上开源 或者是用一些商业产品的发布 或者是销售 这里边没有人会追究你 任何的一些版权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放心使用 另外呢 咱们的框架呢 我没有留任何的后门 也就是里边 比如说像采集 用户哪个域名 在使用咱们框架之类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 在咱们的框架里边都不存在 也就是谁在用 我根本这边 没有任何后台去收集 这样的信息 但是呢 我这边会收一些邮件 都是网友 基于 比如PRP开发 然后给我的一些反馈 那目前呢 我 我个人呢 因为有反馈的这些 我都也在做一些统计 所以目前呢 大概有四五百家这样的网站 在用比如PRP 当然呢 测试的用户呢 现在有很多了 因为咱们这个后边 你看到 是专门系统对 系统PP读者 以及LAM兄弟的学员 提供的一种 学习型的一些框架 所以咱们在校的学员呢 现在呢 也有几千人 那么这些呢 也现在也全在用 咱们不如PP框架 那咱们框架呢 是完全采用 面对象思想设计的 也就是 并且呢 是基于MVC 三层设计模式的 那也是完全基于 这三种模式的 完全面对象 完全MVC模式的 所以你对面对象 如果理解不透彻的话 或者对MVC理解 也不算太好的话 你通过咱们 比如PP框架的学习 和基于 PP框架 这个项目的设计 那你能更好的去理解 或者是更透彻的去理解 面对象和MVC的 一些设计模式 这些呢 咱们都在后边的应用中呢 会想跟大家再具体的说一些 另外呢 咱们框架的特点就是 具有部署和应用 极为简单 特别是项目的一个部署方面 也就是一些初学者 经常会给我发一些email 或者在微博上 爱他我 经常会说一些 说我想设计一个项目 但目录结构怎么建呢 怎么建都觉得不太合理 那这里边呢 咱们基于框架的话 会自动帮你部署目录结构 都是按最科学的方式去部署的 所以呢 你用咱们的框架 你就不再会为这些 怎么如何部署目录结构啊 什么文件该放在哪个位置下 该建什么目录啊 这些而担心 另外咱们框架 都是采用 算法极高的去写的 所以效率呢 非常高 速度也非常快 最主要的是 框架的 咱们的框架可扩展性 可唯物性都非常强 你非常容易将咱们的框架 改成你公司内部用的框架 比如说咱们的每个类 都是独立的类 也就是将功能完全是分民别类的去设计的 为什么说扩展性可唯物性强呢 咱说一是类 每个类都单独设计 另外呢 扩展性 因为咱们的框架 本身这个框架就是再基于框架的 我是先在设计框架的时候 先把本身框架的主要结构先写完 这就是一个框架 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 外层又围了一层实用的应用功能 所以呢 你如果对对框架你觉得功能不够 你去扩展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按照对框架的结构 再添加一些自己类 就可以扩充一些框架的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 为什么我不给你扩展 因为咱们定义的还是那句话 学习型的框架 功能越多 那用户越不爱学习 那越简单 他能迅速的掌握框架的原理 这是最好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以后就算上一个项目 你不用咱们的Ballup框架 那你通过学习咱Ballup的框架 你可以作为你学习框架的一个平台 那基于这个框架呢 你很快 因为你了解框架的结构了 也了解框架的原理了 也了解应用框架的使用意义了 那你再去接触其他的框架呢 都会更容易一些 不然的话 你第一个学的框架 如果你就学一些很复杂的 那些重量级的框架 那么你就会觉得困难重重 所以呢 会打消自己学习框架的一些积极性 最终呢 达到放弃 而项目中不去用框架 所以呢 咱们对框架 这扩展业可无性都是非常高的 那你可以稳定用于商业和门户的开发 另外呢 门会追究你任何版权的一些问题 那咱们的服务器 咱们的项目呢 因为是以学习性为主 所以呢 主要是以单服务器开发 那我都说了 那我知道的大网站 那他都不是一台服务器 都是有几十台服务器 或者上网台服务器 你是基于单台服务器 那怎么用啊 因为你知道大网站 的确是 咱们现在听说网站 基本上都是大网站 对吧 那这一大网站呢 其实在整个网站开发数量的 也就不足10% 不足10% 8%90%的网站 还是在单服务器的运行 因为大家都听过那些出名的网站 比如说新浪啊百度啊 对吧 那他们肯定不是一台服务器来完成的 而且咱们学习性 所以这里边没加一些地币路由之类的 你扩展很多个机器啊 比如负载均衡什么东西 这也没考虑 还是让你 这80%的用户 如果你可以用 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另外呢 咱们的框架 包含也是一些框架必备的一些功能 咱们这里边都有 所以咱们对框架呃 应用是极其简单的 但是功能的并不少 但是那些扩展性功能就可有可没有的 我是完全没加的 因为可有可没有的功能 用户都是可以自己通过下载一些类啊 或者定一些类 往某框架里一放就可以应用的 如果你放在框架里边 咱们就需要学习这些功能 那就给你学习上带来一些困难 这是咱们框架必有的一些功能 咱们的框架呢 其实起初就是专门为咱们的系组PP第二版的一些读者 以及LAMP兄连在校的一些学习的学员 开发的学习框架 因为我们在课程里边曾经开过很多种框架 比如说ZenFwork啊 Sync PRP啊 但这些呢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接触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咱们才开发自己的框架 当然了 你是如果是PPI者的话 也可以从这里边简单快速中收益 这是没问题的 另外咱框架呢 不仅是外边开发变得简洁 更快捷 最主要目的是让初学者通过本框学习去了解框架 再去研究框架 最后能达到自己开发框架的目的 这就更好了 因为框架本身也是项目 你通过开发框架呢 能更好的了解底层程序的一些原理 比开发几个项目有可能收益更多 当然了 你要想开发框架的话 必须得在有几个项目开发的基础上 了解需求 才能在底层框架里边把架子搭好 如果你在不了解基础上 你第一个项目如果就是开发框架 那是很难的 还是建议大家出去着去学习框架 为好 而不是说开始你就去研究框架 先应用一下别的框架 好 这是咱们博物PB简介 最主要定义成是学习型的 为大家学习框架 有帮助的一个框架 嗯 那么看一下 你可以到三达的BroadP.com和BBS LAMBraderNet 下边就LAM巡连的网站里边下载最新版本的和帮助文档 那咱们这个呢 现在目前网上放的就是最新版本的 如果有更新的话 我都会在网上体现 但是我更新的也不会说加很多功能 如果学习情况下加很多功能 别人就不爱学了 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调优 这是最主要的 而且呢 我在设计框架的时候 把用户操作的接口都已经先设计好了 让他以最简单的调用 能完成最多的功能 接口上要跟别的框架比 一定要有优势 就是操作简单明了 然后升级的时候呢 也不会针对功能去升级 而是在现有的接口的内部去优化去设计 这样的话 用户在学过一遍框架的应用的话 那不管我框架怎么升级 那你都不用再重新学习 还是一样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框架对环境的要求 目前呢 咱们框架支持Linux Windows服务器 也就是所有基本上操作系统呢 咱们都可以用框架 因为咱用P2P最核心的模块 去设计开发的嘛 那Web服务器呢 当然最主流Web服务器都可以 像A8C IS NJX都可以 但是呢 咱们框架是支持 是针对于 模块和操作的 所以呢 访问的方式呢 后边呢会介绍到 会介绍到 会使用PassInfo的模式 那既然会使用PassInfo模式呢 你在这Web服务器里边 你就得先学一下Web服务器 怎么开启这种Pass Pass就路径的信息的这种模式 后边会介绍到 然后咱们的环境呢 因为现在呢 因为现在呢 已经是主打的版本是PSP5.2.6和PSP5.3.5 当然PSP6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呢 版本想转到PSP6 还有很很大一部分时间 目前呢 只有不到5%的人群在应用PSP6 所以大部分还是以PSP5为主 PSP4呢 已经过时了 大部分都不再用了 所以呢 你要装PSP5 这个环境的话 需要安装XMAR MASKI PDO GDQ 还有什么MamiCash这些模块 当然是MamiCash模块不装也可以 咱块钱允许 MASKI不装 或者PDO它俩装一个也就可以了 XMAR呢 一般的呢 我用的是PSP4那版本兼容的 你不开启 PSP4默认就已经支持的 也完全没问题 所以这里边就这GDQ呢 你得安装 当然一般的怎么装环境 都是有GDQ的 这两个装一个就行 那如果你装一些环境新手呢 我不建议去学大量的 Linux装最好的环境 新手呢 就推荐你装一些集成的开发环境 比如说APPSR 对吧 那你就可以对比 不是PP进行开发和本地的一些测试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框架的一些系统的特点 这里边系统特点呢 刚才咱们已经稍稍说了一下 这里边呢 我再跟大家再说一说 这是咱框架特点呢 你就可以对比一些其他的框架去了解 那通过呢 学习单框架你做一个平台 在学习下框架也容易 看一下 那比如PP呢 他说是学习型的超轻量级框架 轻量级就文件很小 对CPU内存的消耗都很低 虽然呢 咱们的功能不算很多 但是呢 是用户对于框架 是必不可少的功能 咱们都有 也具备了框架最少应该有的全部功能 就是前面都说过的 MUC结构啊 目录的组织结构啊 类的自动加载啊 还有一些常用的功能类啊 以及UR处理啊 输入错误 输入处理 错误处理 框架类等等 这都是框架的一些核心的功能 咱们已经都有了 咱说没有的跟别的框架比 就是那些什么 就类似说 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实用的类 因为这使用类呢 不包含框架的部分 就是虽然咱不用框架 也可以掉用这些使用的类 所以如果都把这些使用的类 比如说有上百个类加进去 那咱们学一框架 有可能你就认为是框架的一部分 学起来呢 就会很困难 所以说咱框架跟别的框架少的 就是这部分 实用的扩展类 比如说发email的 对吧 什么手机短信的 支付接口的类啊 对不对 这一类呢 咱们这里边是没有加的 用户完全可以在网上找一些现场的类 只要往框架里一放 那就可以对框架扩充了 所以咱说框架 咱们扩展比较容易吗 那咱们对框架 这会儿不管是从功能上 不管是从组织结构上 还是从代码指令上 以及运营项上 都做了单服务器最佳的效果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项目 把博物PPP 作为你项目的一个核心的一部分去使用 那用咱框架呢 你开发长的类型都可以 比如说BBS啊 Shop啊 就电子商城 SNS 像微博啊 CMS啊 博客啊 还有企业门户啊 中小系统是完全没问题的 为什么说中小型系统 因为咱们说了 还是前面介绍的 是以单机为主的 并没考虑 多台服务器的 一些设置 但多台服务器 那就不是小系统了 那就是大型系统了 本框架最适合的特点就是什么 学习PP使用 可以让你认识框架 分析框架内部 达到自己变成框架目的 刚才那也说过了 并能通过框架的编写 然后呢 将你零散的PP支持点 组织在一起 你看不是PP将系统PP 从各章节的支持点 整在一起了 那你在分析框架时呢 PP技术点上 可以参考系统PP的各章节 那最主要特点 有下面的几个 比如第一个 当你在第一次访问时 就为用户自动创建了 项目所需要的 全部的目录结构 那用户呢 那你就不需要 再为这个项目的目录结构 而反导了 另外这项目的结构呢 我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肯定是最符合人类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目录的部署 就算你不用框架的话 你可以借鉴咱们框架的一种目录部署方式去部署你的项目 另外有个说了 那每一次访问是不是他都去查这目录啊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怎么接目录 然后我们自己建的 而用程序自动建的 你放心 这里边咱们已经做了优化处理 只有第一次访问的是生成 以后在访问的时候 都通通已经有了 就不会用再去判断和去设置了 里边都有一些缓存设置 所以无需担心这些东西会占用你的效率 那第二点 咱们框架采用的是模块和操作 上一节课咱们介绍那种方式 那这节课咱们还会重点针对于模块和操作 咱们去详细的说 那这种方式呢 当然是简单应用工程师中 模块和操作更符合中国外部成员的一些开发习惯 现在咱们做项目都喜欢将项目分成模块 然后一个模块确定操作 那针对每一个模块的咱们都一个独立按照迭代开发的方式 咱们都都是独立去处理 第三点呢 通过咱们的框架的编写项目呢 咱说了是完全采用平时面样对象思想的 那你对面样对象不太了解的话 因为咱们对项目会强制你用面样对象思想 那你就会对面样对象思想更了解 因为只有面样对象的思想 这个思维模式 那他当然说具有独立性和通用性灵活性 才更有利于对项目的维护和调整 那才更符合成员的一些思维逻辑 还有第四点 咱们是完全采用MV7设计模式开发的 那会将啊 试图啊 业务层啊 分离分离的 通过咱们后边不光框架讲解 和后边咱们项目的一些讲解应用 你会完全将试图 呃业务层 逻辑层完全给分开 那有好多人呢 有了模板之后将呃 微层分出 就是试图分出去 很容易 但是呢 呃 控制器层和模型层 有可能说 你很难分分得很清楚 那通过咱后边应用 会让你分得很清楚 达到你项目的最合理的MV7模式啊 那MV7模式当然好处很多了 那他具有很好的可微性 以及呢 高重性和可实用性 特别是呢 有利于软件工程化的一些管理 所以现在不管是在外部项目 就是普通的一些应用项目 能采用MV7模式的 都会参考MV7模式 也就基于这个模式 去设计自己的项目 还有 内接丰富的CQ查语机制 操作灵活 简单易用 这里边我花的心最多的 就是让那个框架 帮我们去组织 CQ语句执行 这时候是用的精力最多的 一个特点 所以呢 用咱们框架去执行 CQ语句 都是跟其他同类框架去比 都是最简单的一种应用方式 而且功能呢 也是非常强大的 应用还简单 功能还强大 这就是咱们对框架的 执行CQ语句之后的一个特点 另外 咱们框架没有像其他框架 专门用框架 编写一套模板引擎 咱们前面刚刚讲过Smart引擎 那在讲Smart之前呢 我给大家也定义过 一种模板引擎 因为我个人觉得Smart 是非常成熟的 非常好用的一种模板引擎 那把这个呢 内嵌到的框架里面 更有利于你的学习和使用 那对于比如说 我要自定义一套模板引擎的话 那有可能说你学习框架 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 框架的模板引擎 而如果是基于Smart的 模板引擎的话 那你如果你对Smart熟悉的话 或者看过前面的视频的话 那你很容易在框架里边就会用模板了 所以呢 对于熟悉Smart的一些成员呢 能具有很好的模板的这个开发优势 另外咱们使用了MamiCatch进行了缓存设置 MamiCatch呢 在前面的视频中呢 或者是BurlPB第二版里边 我有介绍 最好的方式 比如数据库里边 你查询出过来 结果第二遍材具查 就没有必要连接数据库和再查一遍了 只要是查出结果不变的话 就让它从内存来取 你想象一下 这样效率是不是会更高呢 所以呢 咱们会把所有 只如果你MamiCatch开启的话 内存够用的话 你只要是查过来的结果 在表的对记录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就会从内存里去取 如果你表一旦改变的话 那么我们再重新到数据库获取 再重新缓存 所以做上都自动的 所以就算你不会用MamiCatch 你只要回MamiCatch一个简单安装 你完全可以在框栏里用到 因为咱们就是一个写一个 呃 内存MamiCatch服务器的一个地址 和端口 就可以连接上就能用了 程序都帮你自动做完的 不光是对SircleUge的缓存 还对了绘画控制进行缓存 因为做负载均衡之类的 MamiCatch那个Session的话 必须得单独用服务器来写 然后呢 让多个外部服务器共享 就算单台服务器的话 那如果你用户登陆比较多的话 你要如果都用文件处理的话 也比较 呃 效率也比较低 所以呢 咱们如果一开起MamiCatch的话 Session就自动存到内存里边去 因为Session的存储机制 它是临时的 和MamiCatch机制是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使用MamiCatch去保存Session 是最合理的一种方式 当然了 也可以用数据表去保存 前面的视频呢 咱们也都会介绍 呃 SessionPP第二版的时候 那个 Session那张呢 咱们也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对Session这块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看看那个章节啊 另外呢 咱们页面静态化的技术呢 当然了 页面呢 就是模板嘛 模板还是咱们基于Smart那种缓存技术 去处理的 上几节视频呢 咱们也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这些呢 都是提高你的一些运行效率 和消耗系统资源 减少消耗系统资源的一些设置 另外呢 咱们框架提供了一些常用的扩展类 直接使用就可以完成一些常见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像文件上传呢 像图片缩放处理啊 剪切啊 还有像验证码啊 分页啊等等 当然了 你可以如果你自己按照咱们的命名规范 如果你可以随意将你任何常用的类 都可以往那框架的固定目标下一放 就可以直接应用 所以说咱框架第九点 咱们就支持了自定义扩展类和一些扩展函数 那有的说了 纯面羊对象写 为什么有一些函数呢 因为PRP和加瓦的语言不同 PRP最好的特点就是面羊对象和面羊过程混合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点 不要说我写一个项目 部分用到类就是面羊对象的了 也不对 对吧 所以呢 能用类去做的 尽量用类去做 但是有一小的功能比如说获取扣端的IP那有可能就是一个小函数 你干嘛非得写成一个类啊 所以呢 咱们就提供了一个专门可以写函数地方对框架进行扩展的一个地方可以去为框架去扩展一些类库啊 扩展一些函数 只要放到你指定的部分下按照规则去命名 那咱们直接就可以用 另外第十点采用了人性化的一些调试模式 可以快速解决项目中开发树遇到的一些错误和异常 比如说打印的四颗语句啊 表结构啊 然后系统错误信息提示啊 然后这里边都会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些提示 这样的话咱们在后期框架应用的时候呢 会显给大家介绍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咱们框架是学习型的 不光是咱功能简单明了 就连咱们代码结构也什么 代码质量上也是简单明了结构清晰 所以呢 方便在工作中根据咱们博物PP框架 根据你的项目基于博物PP框架的 对框架进行改造改版改成你们公司的框架 这都是允许的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稍稍比如把框架改个名称 或者把里边的一些提示信息改掉 就可以作为你们公司的框架一些应用 因为公司一般的不太敢用开源框架 因为开源框架对你看源对黑黑也看源 所以框架里边有一些漏洞的东西 有一些漏洞的东西的话 那就怕别人知道对框架的漏洞 然后对你项目进行攻击 所以大盟公司呢 拿到框架之后呢 一些开源的都会改一改 比如说明明用博物PP会改成什么 什么AAPSPP之类的 这样别人有可能别人就不了解什么是AAPSPP 对不对 所以呢就会给安全上带来一些好处吧 这是咱们第一个看一下的这个框架特点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入结构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框架的目入结构 比如说 这是咱们框架 你可以从咱们兄弟的网站上去下载一下 或者咱们系组PPDR版的光盘里边都附在这些 那看一下 一共就四个目入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主入口文件 那整个系统都是要通过它来启动 然后 你看这里边就是smarted 就是smarted的新的版本 最新的版本我放进去了 怎么的 然后呢 从来没动过 里边代码任何代码都没改过 所以你再有新的smarted的版本升级的话 你只要把它一个替换 那就可以升级了 当然了 我建议你不用升级 这个版本已经是我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了 所以就不用动 这是smarted的 咱前面的smarted介绍呢 已经说过了 就不用再说了 这个目入你看就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函数库 为系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函数 看你家 这里边有几个函数 一个p函数 后边都会介绍一个d函数 一个t准数 一个debug函数 一共就提供了四个小函数 所以这模组也很简单 然后这会提供了一个提示消息的一个文件 后期我实际讲都会给你介绍 所以这个就是通用的一些函数库而已 而函数库没提供成百上千的 就是咱们框架里边用到的一些 为你提了提了一些 当然你觉得不够用的话 你已有的那些函数都可以进行扩展的 但是扩展的话 并不一定说非得在框架里边扩展 你可以在你的应用层上去扩展就可以了 然后这会儿就提供了一些常用的功能类 比如这里边提供了四个常用的功能类 文件上传类 图片处理类 分页类 还有什么验证码类 这四个类 当然你觉得四个不够 你想要四百个 你有那么多类 只要是命名规范案 这个命名 我这里放 在项目里边直接就可以用 咱们现在框架跟别的框架比 少的也就是少了一些常用的功能类应用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用物可以扩展的 没有必要作为框架的核心部分 核心部分常用的 基本上就这四个 你可以对于他任意就扩展 所以咱们就给他学习就带来方便了 你不用学那么成百上千个那些类了 对吧 只要学四个常用的就OK了 然后这个是框架的基础包 你看加在一起 也就是13个类左右 然后分的很清楚 比如说控制器的类 对吧 控制器和模板类 它俩是继承的关系 然后处理数据库的类 然后买sql的类 pdo的类 然后处理ur的类 还有什么调试模式的类 缓存sql的类 缓存护压控制的类 还有什么自动验证的类 还有整个目录结构创建的类 看一下 框架有的功能 咱这里都有了 而且一个功能 我就完全设置成一个类 这样它非常独立 那假如说你把咱们的框架作为一个架子 最低的框架进行升级的话 你加一些功能用类的话 你只需要在这里边再创建你需要的类 有可能就可以了 在某些类里边稍稍需要改一改 就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些效果 好 这就是咱们框架的一些基本的结构的一些介绍 那下节课呢 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框架的一些单一入口结构啊 和一些编写规则呀 和一些项目部署和访问的一些内容 好 那这些课程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大家呢 可以先到网上去下载或者找一下 当然咱们的下载代码呢 我也会给你留一下手册和框架 你都会到网上去找一些最新的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简单了解一下 不是PAP是一个什么特点的框架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生当作人杰 是医学PAP 锤死冰中 金做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涂上飞 洛莹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不学校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礼礼 在庭院学习PAP 祝你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你快死你 好